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急屋藏郊》 故事一开始,大雄和静香是一对即将结婚的小情侣 可是因为婚房需要延期交付 所以两个小情侣暂时住到了朋友胖虎家的老宅 早些年,胖虎的爷爷移居国外 因此这个房子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情侣俩对这个房子还是特别满意的 尤其是静香,特别喜欢这个房子中的一间古屋 屋子里的橙色古色古香特别豪华 可两人不知道的是,老宅之中一直居住着两个女鬼 分别是胖虎爷爷的姨太太亮妹 以及她的女佣小翠 静香突然闯进房间把主部两人吓了一跳 之后静香兴奋的拉着大雄来到房间 准备在亮妹的床上做些羞羞的事情 这下可把亮妹气坏了 臭马两人不知礼仪廉耻 还让小翠抓了一只大蜘蛛放到床上去 把两人吓出了房间 第二天静香来到厨房做饭 因为静香不太会用多年前的灶台 所以把厨房弄得乌烟瘴气 小翠见状很无聊 于是直接附身到静香身上 帮琴侣两个做了一顿丰生的晚餐 与此同时亮妹正坐在客厅 她亲眼看着大雄摆弄好了一台电视机 第一件看到电视机的她觉得非常的新奇 晚上主部两人和小情侣一起坐在客厅看鬼片 两只鬼闭下的娃娃大叫场面十分画迹 除此之外 主部两人还偷偷的去试了静香的衣服 看着现代人的衣服到处都是破烂的洞 亮妹十分嫌弃 这天大雄约了朋友们在家打麻将 亮妹见大雄技术太差连续说了一晚 然后就直接附身在大雄身上帮她疯狂赢钱 不久后 胖虎带着爷爷的骨灰回来了 亮妹捡到丈夫的骨灰一时激动 直接像了真身 这可吓坏了胖虎 另一边大雄和静香 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大吵了一架 已经冷战好几天了 亮妹出于好心就附身在静香的身上 主动向大雄承认了错误 大雄也很着心软 当即就原谅了静香 并要和她去床上为爱鼓掌 就在关键时刻 多年未被滋润的亮妹一时没忍住 竟然喊出了丈夫的名字 大雄一听心态彻底崩了 还以为静香给自己带了个绿帽子 于是直接给了静香一巴掌 然后出门去找兄弟喝酒去了 之后大雄从朋友的口中知道 她在祖宅里其实有鬼 当即明白自己误会了静香 一群人赶紧找了个道士 想要去抓亮妹和小翠 两个女鬼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能装作厉鬼的样子 耍弄了几人一番 关键时刻 胖虎洒出了爷爷的骨灰 爷爷的鬼魂也随之现身 故事的最后 爷爷和亮妹团聚了 两人带着小翠 一起去转世投胎了 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现了 保守女人的显量初得